請多謝 事實上這次要帶來這個演講 我很大很大的考慮 很大很大的考慮 因為不想像一個人 尾六三一消失了十年 然後要回來這裡見江東復老 然後好像只准成功不准失敗 所以對我來說要準備這個演講 但是很大的決心 所以拜託大家 再過來的三十分鐘 可不可以麻煩大家 把耳朵借給我一下 恳求大家一下 好 我可能由台義和北京義和演義 作為講友 I think it's going to be a three generation or fourth or five generations in the future especially we are going to have this beautiful 台灣 center 所以阿拜在上面講的人 可能要有三生代 才有辦法在這裡來演講 今天我的主題就是 當然是想要訂一個 對大家來說可能很陌生的台灣 雖然台灣是我們共同的母親 可是呢 其實在十年前的時候 我其實都沒有任何的告別 跟所有在台灣這裡的社區的朋友們 來say goodbye 然後其實回去做一項 我感覺很重要的事情 呃 今天的這個 這個 power point 是的 因為稍微 他們在說這個距離的關係 差很遠 所以 可以連完啊 OK OK 可以 好 今天的故事 我要來跟大家說 這個故事 其實是 一個面具跟一匹麵包的故事 這個故事 剛好 為一級 求求求年代到現在兩千 啊 十九年 二十年的世代 我們 啊 想要來講的是一個面具的故事 跟一個麵包的故事 什麼是面具的故事跟麵包的故事 讓我來跟大家講 我是 應該是台灣很少見 在那 差不多三十年前 就有一個 特別的科學齁 這個科學領域 叫做老人學齁 我在那一十歲的時候 我只要考 gerontology 這個老人齁 因為我很愛老人 我很愛跟老人做工作 我很 感覺說 人的一生 學位 大家都會來講 哇 所以 在那老人學來講 二十年 就是一個 其實是三個世代 會館已經二十一年 六年 算一個世代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走了三個半的世代 那 對於台灣未來 大家今天為什麼在這裡 一個二十年 大家對未來的一十年 有什麼樣的想像呢 大家再過來的二十年 有什麼樣的想像 呃 我可能要麻煩那個 Ken 就幫我弄slide show好了 因為這個好像不是很好 齁 好 不一樣的二十年 未來會是什麼樣的想像 那我開始來跟大家講 這個故事開始 其實是 在那個 呃 不好意思 那個 就 OK 我認為我是一個 一點五代 一點五代 這個名字 其實由我開始 一直跟大家講 其實我是一直做一個橋樑 在會館 生理的時候 其實我剛好 要當天 會會會長沒多久 大概是會館裡面 有史以來 最年輕的董事 可是現在看起來 好多已經比我年輕的董事了 那個時候 林榮松醫師當會長 決定開始做很多主流的工作 然後這個主流工作 從我在UCLA的故事開始 麻煩Ken 就一直弄slide好嗎 啊 好 一個很迷惑的女孩 在台北行的時候 我感覺我心情我自己 因為我到底是一個 台灣人 或是一個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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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大家的家庭裡面 其實這個問題 一直都是很多年輕世代 他們成長過程 需要去想的事情 大家看到這張照片 林飛凡先生不在這裡了 大家有想到什麼 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 是在 一九九公里 這個野百合 野百合 發生的事情 就是後來 參加了這個 後來有 動員判斷事情的解決 可是呢 的解除 可是後來 為什麼這樣子呢 在UCO 發生一個很大的 面具的故事 這個面具的故事 就是 當然是 我們有一個 博士先生 叫陳振然 陳振然 去讓人 回去後 去讓人說 他是這個 獨台案的首腦 說他是 刑法一百條 唯一死刑 這個東西 發生在一個 UCOA的學生 台灣人 是一個博士生 發生在我們的 campus 然後呢 因為 有了 spy campus spy 就是說 這個在 You can imagine 在一個學校裡面 有人派人來 搜集這個東西 所以呢 我們開始 發動 用mask 在那個學校 在遊行 像現在 跟香港一樣 在那遊行 然後上位 把我們的陳情書 拿去 讓董基斯 非常有名 這個超市長 這個校長 因為這個校長 希望 董基斯的 台灣政府 抗議 也希望全國 所有 美國的campus 都在發動 說 end campus spy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ever 所以 當然是 在所有美國學校 開始 注意到說 大家應該要開始 走向這個民主的歷程 所以在 1991年的時候 也因為這樣 後來 從美國發生回去 也因此後來 這個整個解除了 刑法100條 唯一死刑 然後開始走向這個 很民主的一個道路 這個故事的開始是 指的面具 其實事實上 面具 在美國的文化 是Mardi Gras 是Fiesta 是可以很美很美的地方 很好玩 很幸福快樂的日子 可是在亞洲 今晚面具代表的是隱藏身份 是做我要做不敢做的事情 那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後來發生什麼事情呢? 在1991年開始 我就開始參與了很多活動 在我們洛杉磯 有這個 OK Please Go faster Just keep going I... I really... OK 在這個洛杉磯 洛杉磯 洛杉磯 有TACL 有台灣人 有路費 有TUF 還有我們現在最愛的 這個台灣Center 在文化的傳承裡面 在文化的傳承裡面 有好多好多 這個我們 大家都有參與的台灣人傳統州 然後 停在這裡一下 我覺得那個時候最大的貢獻 是在下一張 大家知道 我們曾經在美國發表了 出版的這一個Poster 有看過這張Poster的人請舉手好嗎? 當時是一個限量版 他曾經記載的是 美國跟台灣 四百年的歷史的比較 美國跟台灣四百年 美國差不多四百年 台灣差不多四百年 這四百年在美國在台灣 中間是Taiwanese Americans 發生什麼事 這個Poster一直到兩千年為止 我們發了所有二十個 二十個二十個二十個 一起做了一個百年來的 歷史的Review 在這個過程當中 喚起了很多的 很多我們的二十個 開始知道 原來美國跟台灣 列宿有這麼多 一樣的地方 可是兩千年以後 我們就沒有寫這個列宿了 所以是不是可以 讓我們過來的新世代 來繼續來寫 米國跟台灣的列宿的Poster 如果在那兩千百年的時候 我決定要做一個事情 那個事情是 當時在羅山基 雖然 曾有很多很多文化的工作 可是我奉過 我很愛老人 我很愛做老人的工作 我決定 回去台灣做台灣老人的工作 那個時候 所以我已經有在美國唯一 曾經在白宮跟國會 以亞洲人的身份 在美國的老人叔叔 工作過的經驗 拿到美國的經驗 然後回去到台灣 因為回去台灣的時候 發現我生了很多小孩 我回去教授的第一天 我跟哈先生說 美國有很好很好很好的活動 美國的老人服務 其實非常非常的好 結果呢 我的學生 舉起手來告訴我說 老師 你說那些美國的東西 一點用都沒有 跟我們台灣都沒有關係 你可不可以講一些 台灣比較有用的東西 不要講那個美國的東西 這樣子 對我來講 我們留在台灣的英雄是 每一個學生 對老師都公公敬敬的 不會反駁老師 可是呢 他竟然告訴我說 叫我講一些有用的事情 美國的東西他不想聽 所以我一直在思考 到底我回去是對還是錯 在那個當時 在UCLA已經在教授了 放去UCLA 回到台灣 在我人生41歲的時候 到底是對還是不對 這樣子 結果後來我想說 好 記得要回去了 就開始來 看我們的世代 我開始帶先生 去看很多老人 開始去關心很多的社會 在關心社會的時候 會告訴他們歷史 對我來講 最大的shock是 曾經有一個學生 跟我問說 老師 我們921是低灘 87是水災 對嗎 我說對 是這樣嗎 不對 那228是哪一個天災 還是人火 我想說 事情大條 你想說228是低灘 還是水災 對啊 所以呢 我開始想要帶他們走不同的路 大家知道 台灣是現在很多的第一 有一個第一 是全世界沒有的 這就是台灣 在未來的八年 都是我們會不會被清除的 這八年 是全世界老化速度最快的國家 所以緊跟沒關係 大家來看下一張 緊跟沒關係 就是大家看這裡 綠色的線是台灣快速老化的線 紫色的線是美國 這個時候 剛才是美國跟台灣 差不多一樣 25%的人口 15%的人口 is aging population 可是美國停在慢慢慢慢的速度 台灣的速度 兩倍三倍四倍五倍的成長 你看 在那兩千六空年的時候 兩千六零年的時候 台灣有一倍的線口 是老人 一半的人口是老人 在座各位有白頭髮的 可能都還活著喔 到時候 那那個時候會變成什麼樣子 八年後 就是我們起火火灌的時候 八年後 三個人要養一個老人 三十年後 三十年後 台灣每一個年輕人 會賺錢的人 要養一個老人 這個速度是很快很快 所以大家對老 老 老老 是什麼樣的image 大家的image是像現在這樣 在台灣 到處可以見 外籍康護把他們推到公園 然後外籍康護 開始在那邊玩手機 孤獨的老 還是活躍的老 這也一樣是發生在台灣 大家跳入在小巨蛋裡面 台灣的老化速度 讓你不能相信 相信說 在現在這個時候 過去五年 過去五年 台灣的長輩 已經不要跟小孩子住了 小孩子也不要跟老人住了 我關心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指標是 你可以想像 台灣現在的孩子 在我們的憲法裡面 我們的憲法裡面 子女是要照顧父母親的 如果你沒有照顧父母親 你就有可能可以被 以這個遺棄 neglect 或是abuse 來起訴 所以很多人 無法照顧父母 因為生活很困難 所以呢 開始去早發展 上法庭 去說 我拒絕 撫養父母 跟父母切斷關係 可以想像有這樣的現象發生 這是前幾年的事情 最近 開始有一個數字 非常的高在成長 反而是 年長的父母 真老真老的父母 去照顧孩子 去照顧孩子 說 你都沒有把我養 你都沒有養我 所以呢 在台灣的預算裡面 可能是我們 以前我在住在美國 也不會去關心的一個議題是 這個圖 是台灣的National Budget This year's National Budget And guess what? The largest powe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is on Social Welfare 最大的一項 不是在國紅 不是在外交 是在我們的社會好利 所以 請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你覺得 老可以做什麼? 老還有意義嗎? 再來我就跟大家說 老這個議題在台灣 變成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可是現在可以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在問題的部分 或許大家 我來問大家看看 請問大家 請問大家 誰曾經 曾經 因為要照顧父母 或是探望父母 特別 買機票 回去看年長的父母 陪他 過一些日子 或是去探望他 分攤 你的台灣的 兄弟姐妹的 那個workload 我做過這個事情 請給他手 好嗎? 大家看一下 有多少人舉手 曾經為了要回去 台灣父母 或是幫忙兄弟姐妹 照顧父母 曾經討過兩三次的請舉手 這麼多 這麼多 在台灣照顧 到底是誰人的 平均 台灣每一個人 需要幫忙 照顧父母 九點九年 九點九年 也就是十年 大家在美國 飛黃騰達 可是 可能 也有在台灣的親戚 在台灣的兄弟姐妹 幫你照顧你的父母 邊境十年 有很多人 老母照顧後 換老爸照顧 換要照顧老爸 甚至有人 是照顧阿公阿嬤 爸爸 媽媽 非常非常久 所以 這個圖像 告訴大家 台灣現在 有一些問題 剛剛那個圖像 代表著 台灣現在會有照顧到 無法度 我們兩個 阿嬤老夫老妻 做會來去 天堂 我們每年 每個月 幾乎 有人 因為照顧 沒有辦法再照顧他的太太 或是先生了 結果我把他 殺死 我自己 同歸於盡 我們叫做照顧的悲劇 這個照顧悲劇 在台灣一直在上升 所以 你可能會想說 機會 我們的文化 不是在照顧 我們不是很疼痛 我們的四大人 我們的家人嗎 為什麼會這樣 事實上 終生代要工作 有小孩 要平衡工作 又有小孩 要養家 又要照顧十年的父母親 至少 其實壓力非常非常大 所以這個壓力非常大的之下呢 我們就開始了很多很多的社會關注 我回到台灣做的第一件事 其實是 希望為到台灣 來做一些 讓我們的中生代 能夠專心的去工作 專心的能夠賺錢 付多一點稅 給我們的政府 讓我們的老人 跟我們的民族 都可以得到一些 比較好 比較幸福的 一些服務 在台灣 你剛才看到的 那個外籍看護 推著 老人家 然後呢 在公園裡面 我們台灣現在有 30萬的外籍看護 30萬的外籍看護 大部分來自印尼 菲律賓 跟越南 政府想說 不行 這算不夠 所以呢 我們的勞動部 開始說 沒有 這三個國家 已經 越來越沒人來了 沒有呢 我們再來開發新的國家 柬埔寨 柬埔寨 遼國 緬甸 所有這些東南亞的國家 為什麼呢 台灣有三分之一的老人 其實是外籍看護在照顧 所以看到這一箱箱 大概就知道壓力非常非常大 大到什麼程度呢 大家想說這是三車人才會發生的事情嗎 事實上不是 這個事情發生在下一張slide City Bank 大家知道 City Bank是一個美國的公司 City Bank的CEO 決定辭職照顧他的父親 因為他放不下 看到父親年老 沒有人照顧 也因為這樣 台灣開始了長照十年計畫 在這幾年來 認真打拼在做的事情 是希望所有台灣人 在台灣的我們的家鄉 都能夠安心變老 所以大家萬一 如果在美國 跟美國養老太貴的話 回來台灣 台灣現在這張圖像 從左上面最健康的老人 一直到失智 Dementia Alzheimer 一直到中風 臥床 甚至到最後Hospice Tear 全部全部 政府已經幫你出84%的錢 然後希望能夠建制一個 很好很好的 Long-term care system Can you imagine? Do you know how much it costs to stay here in the States in the assistant living? 大家知道 住一個安養醫 在美國一個月要多少錢嗎? 有人要跟我講一下嗎? 八千小 有人說 在美國住了 assistant living 一個月要八千 八千是 二十四萬小 二十四萬對吧 在台灣三萬空 所以10% of what we have Another thing that I wanted to call your attention 是台灣目前 那是全世界的國家 Dementia population 都是失智 Alzheimer 這方面 每三秒鐘 三秒鐘 三秒鐘 就有一位啊 Dementia person 所以我在現在審厚的 中山醫學大學 中山醫學大學 不知道消流在這裡嗎 可以揮揮手一下嗎 讓人家מו 一人會在中山醫學大學 甚麼? 中山醫學台下 是在在台中中的 中部最好的 Dementia Center 這個Center由我來做Director Take care of 2000 Dementia Families 這個Dementia Center很特別 這個Dementia Center裡面 不單是照顧這個Dementia的人 那麼照顧了Dementia的Family 還有照顧了Dementia的Foreign Caregiver 就是我們的外籍看護 大家不要想說外籍看護真的都在偷懶 我們發現外籍看護當他有新的食物 新的這個玩具 新的好玩的事情 第一件事情還是滿帶笑容的 拿去給他的長輩想要給他分享 想要跟他一起玩 還有台灣現在大家看到錢 這個叫做長照四包錢 我剛才說的 台灣的政府現在幫你出很多的錢 然後我們盡量的去告訴所有的家庭 在我們的成品書局 就是像美國的Barks and Novo 每一個月每一個月都辦Caregiver Study Book 台灣現在台灣每一個禮拜都有一本新的書 在講照顧的書 在講怎麼樣陪伴你的父母變老 所以在這裡面我們研發了非常多的創意 包括男生俱樂部 男生怎麼照顧父母 男孩子怎麼照顧母親 這是一個很大的議題 很多男孩子說最需要的 我希望我要先開始怎麼煮菜 沒有我沒辦法煮菜給我媽媽吃 我最近遇到一個非常孝順的兒子 照顧他媽媽 他跟我說老師 我已經吃一年一年 高麗菜 滾滾蛋 高麗菜跟滷蛋 一年了 我說為什麼 因為我媽媽失智了 他只記得煮高麗菜跟滷蛋 我為了要讓媽媽覺得他還很有用 因為媽媽覺得照顧孩子是他的責任 他已經60歲了 他每天願意這樣陪他媽媽吃 高麗菜跟滷蛋 所以我們帶他來這個支持的團體 讓他有一個歸屬感 不然因為我們煮菜了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在這十年來 帶替台灣 贏到全世界第一次喔 在台灣 我們台灣人在全世界 有很多的進出口貿易 台積電啊高科技啊都是第一名 我們的健保可能是第一名 可是後來去年 去年底在台灣贏得了全台灣第一項社會福利的大獎 在國際的大獎 那個就是告訴我們台灣的人 你如果在照顧 你不用擔憂 你有這個照顧咖啡館 台灣現在有一百多個照顧咖啡館 Care Cafe 讓大家可以來享受享用 所以到這裡我牽一頂 我看著各位我都喜歡用花 沒關係 雖然 athlete說沒什麼好的台灣 可是感覺說很有成就感 因為在未來的七年 就是我們回過要起床的時候快要建好的時候 就是台灣正式進入Super老人國的時候 在八年台灣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65歲 所以我的題目是黃金人口 包括債作公園 我們的目標我們今天在這裡其實是要做什麼 我們不是為了自己 其實是要為了下下下下好幾代的地方 他們有地方可以去 那為什麼呢 大家可不可以看一下左下方那個框框 現在在台灣 經過最多因靠增加最多的人口 有沒有人要告訴我幾歲的人口 增加最多的 台灣現在增加最快也最多的人口是90歲以上的人口 90歲在15年內增加了10倍 10倍 所以各位要是沒什麼意外 你們也都有機會 你們都有機會 所以呢 未來的台灣是怎樣 我就請大家一起看一下 我做很多的老人生命故事 開始希望把台灣的老人 不管你是外省人 台灣人 客家人 原住民 幫他們把他們的生命故事留下來 在這裡有很多很感動的事情 85歲的人 願意教新一代怎麼做木工 左下角 那是一個農夫 農夫 農夫 白天做農夫 暗時 聖聖 社會本 來教育孩子 小小孩子 一些客人 客家 客家文化是什麼 這裡面有很多的以老助老 而且呢 表現我們生命的韌力 很多很感動的故事 下一張 這裡面一次一次的分享 讓這個社會覺得說 事實上台灣還有很多正向的力量 這些正向的力量 不是年輕人在做 而是65歲以上 金賊白髮蒼蒼的人 繼續在為這個服務 他們講的 這個是一個青蛙達人 台灣有21種青蛙的那個 這個species 這個達人呢 能夠叫出所有21種青蛙的聲音 這個青蛙是在想起 是在完結 是在交配 是在發情 他全部可以講得很好 包括有狩獵的婦女 小出來 走出來去 告訴這些家暴的婦女 你要勇敢走出來 就像我一樣撐起這個家 這些都是很好很好的希望 到安陽燕去 告訴所有的老人家 還有很多的希望 不過在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要問一個問題 這也是我今天想要問大家的問題 人家說人生前半段 是在製造你人生成功的機會 各位人生的下半段 這些長者告訴我 是在找到你的意義在哪裡 請問各位人生的下半段 你們找到人生的意義了嗎 有嗎 台灣會館 台灣會館是不是下半生的一個意義 左邊是一個二十米前 太陽花的那個爺爺百合的圖 右邊是一個太陽花的圖 二十年過去了 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裡我們希望未來的台灣 我剛才說過 一個廣州人口 就要養一個年長的老人 可是很多年長的老人說 我為什麼要被你養 在座公園 你們希望以後是給你的小孩養嗎 有嗎 你希望他可以好好在這裡生活 如果要學文化 學意見 學活動 都可以來一個會館 所以呢 我們在製造的是世代共融 前一章拜託 世代共融 而且要世代共融 讓我們這個社會 讓我們台北人 讓我們美國人 讓我們台灣人 在所有的世代裡面 都可以非常地光榮 這一章 大家要看這是什麼東西 今天大家來這裡的目的不是要吃 不是因為你的朋友 說來 你來幫忙 祝恩 大家知道 這個人生裡面 這個正宗裡面 是正什麼東西嗎 可以想像嗎 在這裡 有吃過草仔粿的人請給他唱 草仔粿 草仔粿 這個是新世代小孩子做出來的草仔粿 回來 回來一下 我停在這裡講久一點 有一個草仔粿 有他自己的特徵 有他自己年輕的小孩自己想像 他想要吃什麼樣的草仔粿 這個草仔粿的共同 就是從一個 每一個這個 一樣的人生 一樣的人生 一樣的運動 一樣的水 把它吹出來 吹得很好吃 很Q 可是每一個人 都有不同的目標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期待 我也希望 未來不管是在美國 不管是在台灣 我們都有一個共同 共同的真容 當我們需要溫暖的時候 我們可以到那裡去 我們可以去享受彼此 不一樣很創新的東西 我這裡告訴大家 我每年帶學生去香港做服務 今年我感觸很大 因為我想我大概再多載 也不能再到香港去了 因為我帶台灣的學生 帶台灣的學生 去香港最山最山的地方 你們知道香港不是維多利亞港 不是尖沙罪 香港有一個地方 為天水圍 我聽過嗎 那些地方 有六十萬人 散車的人 叫我看他們在那裡 我每年帶台灣的學生 去到那裡 他們才終於知道 在台灣生活是很幸福的 有人告訴我說 老師 他們生活的那麼困苦 為什麼不去站街頭 為什麼不去跟政府抗議 香港的社工告訴他們說 你們知道 台灣有多幸福吧 能夠撐多久 就撐多久 拜託你們了 因為這樣 很多台灣的孩子 因為這樣 而開始覺得說 我們不嫌棄台灣 我們不要看衰我們台灣人 台灣的內政 大家儘管是外政 可是台灣的內政 其實需要很多很多家 大家的人才積極 你們每一個人都是 生活的達人 也是專業的達人 所以呢 我也很希望說 未來 你如果回去台灣的時候 不要只回去倒票 雖然倒票很重要 不要只回去倒票 拜託拜託 每一個人 如果能夠貢獻一個力量 然後我們台灣 現在有300萬的老人家 加上我們台美這邊 有好幾十萬的人 我們就可以讓台灣更好 也希望大家聯合起來 把這些台灣很美的地方 特別是那些八九十歲 快要失傳的 特別記憶的台灣的老人 有機會可以帶來 台美傳統中 跟大家認識 所以今天 這個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台灣 可能你們沒有聽過的地方 也希望大家看到剛才那些人生 共同 希望願意出未來 我們世世代代 大家真漂亮 真有特色 一些臭仔粿 一些臭仔粿 一些台灣小孩 還是台灣小孩 謝謝 謝謝